宋代的瓷器浓缩了中华文化的许多元素 也越来越受到西方人士的关注 美国新泽西州的莫里斯博物馆 目前正在举办一场宋代瓷器展 陈列出宋代八大窑的众多精品 并且邀请鉴赏专家做宋代瓷器的专题讲座 这次在莫里斯博物馆展览的主题是精致优雅的宋瓷 展品是吉原山坊收藏的宋代瓷器 让参观者能见到宋代八大窑的众多精品 并且每一窑戏都有近乎完整的收藏 加士德拍卖行中国瓷器专家罗斯玛丽·斯科特 还于3月24日做了关于宋代瓷器的专题讲座 介绍了各系列瓷器的特点及艺术成就 我们希望人们来到这个展示 他们会进行进行认识少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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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 他现场举例称赞一支清白瓷器 右侧清白淡雅 质地坚实体现出制作的高超技术 这些瓷器都是大约1000年前的宋代作品 展览还以实力系统介绍了宋代八大窑瓷器系列的知识 以及陶瓷相关的文化背景展示 其中常见的著名画作《清明上河图》也挂在一个展厅之内 让人们了解宋代繁荣的社会和文化 这次宋代瓷器展展出时间到6月24日 新唐人记者胡志华在新泽西报导 将将将全力向前发达了